祝贺刘国良敲定了士兵赛的比赛时间 陈梦距离他的大猛逛仅剩三个月的时间 顺莎也正式锁定了陈启沙神 当任他的主教练 到底公不公平合不合理呢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作为乒乓球堂非常出色的运动员 陈梦还有顺莎 现在都迎来了重磅的好消息 刘国良也终于做出了很重要的决定 做出来的这个决策 让广大的乒乓球迷跟庄家朋友们 都感到非常的顺行 那么刘国良 他就跟国际平联 跟成都的乒乓球堂赛事 重磅了一个三定之后 正式锁定了 接下来在四月份的中旬 也就是在四月的十五号左右 将会举行成都四拼赛 作为四拼赛 作为国际的三大赛之一 那么这一场比赛的举行 将会有两个重磅的好消息 一方面 陈梦他仅仅差一个四拼赛的 女当冠军就可以完成大满贯 这就意味着 三个月之后的四拼赛将会成为 陈梦他争夺大满贯 最重要的一个机会 陈梦很可能呢 在短短两年时间之内 完成他的大满贯 成绩 重新去刷新 在女子乒乓球堂 以及国际乒乓球堂当中 又一位大满贯选手 这个成绩的 另一方面呢 对于孙颖沙来说 沙沙为了准备 接下来的比赛 也是做了冲锁的准备的 那么其中呢 包括了沙沙 他的主管教练 接下来呢 也要重磅的锁定了 这就让广大的球迷 非常的期待 那么一方面呢 刘国良之所以呢 会这么快的推动 在成都来举行四拼赛 背后是有很大的原因的 因为大家要了解到 四拼赛呢 正常来说 是两年来举行一届嘛 当时呢 考虑到2020年的时候 当时东京奥运会的比赛 推迟了 那么四拼赛呢 作为原本辅商四拼赛的 比拼呢 也推迟了一年嘛 所以说呢 原本呢 在2020年要举行四拼赛的 那么现在呢 2022年 每隔两年举行一届嘛 那么四拼赛呢 只不过推迟了一年来举行 当时呢 还是按照原本 两年一届来举行的 去年举行了四拼赛 今年呢 照样举行四拼赛 因为呢 跟奥运会是一样的 推迟了一年而已 那么另外呢 刘国良推动了四拼赛的举行 为了更好的 能够在咱们国拼 在咱们国内来举行四拼赛 我们具有东道主的优势 我们具备更有可能 稳度冠军的 很大优势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 陈梦 他在四月中旬要参加的四拼赛 一旦他完成了 女当比赛的冠军 这就意味着 陈梦他就可以完成 他的大满贯记录 他的生涯当中 第一个大满贯 也是男女拼度当中啊 又一个大满贯选手 这样一个成绩的 这样一来呢 那么陈梦是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兴奋的 另一方面呢 对于顺萨来说 萨萨呢 他接下来的主管教练呢 也将会在四月中旬之前 正式的锁定 毕竟呢 从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打完之后 顺萨的主管教练 一直都没有确定 外加上呢 黄海诚 他又提出了离职嘛 所以说呢 少了黄海诚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顺萨他的主管教练呢 被很多球迷很多庄家朋友们 纷纷都在催促着 刘国兰赶紧要确定时间 赶紧要确定一个关键人选了 那么现在来看 迎来了重磅的好消息 那就是 杀神陈启 主教练呢 大概率会担任顺萨的主管教练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呢 马林他 当任了刘斯文跟陈梦的主管教练 马林没有时间精力了 肖战主教练呢 会庄助于王曼玉的培养 而另外呢 孔令辉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回归到乒乓球堂 所以说呢 让陈启沙神来指导顺萨是最好的安排 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是否支持和认同 四月中旬 陈梦可以完成大满贯的记录 另外呢 还有顺萨 安排陈启沙神指导之后 有没有机会呢 也去争夺一下 视频赛的女当冠军呢 欢迎就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分享 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